产业的危机也出现在台湾的劳动力 来探讨的就是全台劳动力迅速老化的议题 根据主机总处的统计 果然历年来的平均退休年龄不断的往后延 在民国95年的时候 当时是55.2岁平均退休的年龄 但是在隔年96年立刻突破到56岁 随后就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再上升到57岁 最新的统计是已经到57.8岁 很可能迅速的要突破到58岁了 而我们看看在这短短的8年当中 已经足足多出了2.6岁 不断的创历史新高 而劳动力的老化会出现哪些现象 又该如何解决呢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一口流利英文告知乘客 抵达目的地的路线 他叫Judy年近60岁 退休前曾任职科技大厂的高阶主管 但碍于经济因素决定冲回就业 最大的考量还是经济上面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不知道要活多久 可是我们在有限的金钱里面 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帮乘客提行李和贴心的开车门 这位黄信司机也步入退休年纪 过去他是小型传产业的负责人 劳而不退的理由 同样担心景气衰退 不敢没有收入 景气方面的比较低迷 所以说就是想转换个报道 转换到一些大众服务方面的 基层合作行业 根据主记总处的调查显示 国内员工平均退休年龄为57.8岁 跟8年前相比足足高出了2.6岁 创下历史新高 劳动人口年龄逐步老化 精神抖擞的讲解课程 这位讲师人名叫简川雄 他可已经超过60岁 从文建会工会创会长退休后 依然期望传授工会运作经验 于是创办劳动劳资关系 只能发展总退 劳而不退的原因很多种 而退休年龄延后的现象 也不止局限台湾 英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退休年龄也都从65岁延到67岁 澳洲甚至增加5岁来到70岁 未来的老年人也好或是中高龄者也好 他不再像以前的老年者或中高龄者 那么有储蓄 那么好的一个财富 所以他们被迫要继续留在职场 成业结构在转型 那种要高度耗损体力的这种工作 慢慢在减少 现在工作可能大概都是比较劳心的部分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 你还是可以继续留在职场 不过专家导师认为 政府近期屡屡研议 要将退休年龄延后应该要再斟酌 比如说你有钱的话 我们鼓励你创业 你创业就可以雇佣很多年轻人 那如果你有专业知识 你应该留下来当业师 不是去抢年轻的工作 而是协助年轻人 因为这样很多青年人创业 他找不到资金 那你有你的人脉 你可以协助他去找到金主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对那些 有能力退下来的人 我们政府就不要再花太多的薪血 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如果期待有经验的劳动力 是财是所 劳动主管机关 以及企业主恐怕得用心思考 相关配套措施 究竟是否完善 六点TV 李某山 李嘉宏 台北报道